会一个晚上的做三四个 那些阔太太圈子太小 要是遇上熟人的话就会不高兴了 所以说相关难做 面试的牛郎此话一出 立马遭到老板质疑 就算是精力旺盛的一晚最多也就两个 怎么可能顶得住四个 为了亲眼看看阿彪如何打脸 老板索性将他试用期延长一个月 但很快老板就完全被阿彪的敬业精神所折服 这个年轻小伙子似乎从不知疲倦 无论何时出现在人前都精神焕发 超人 真是超人 老板对阿彪十分满意 很快就提拔他为会所抬主 而阿彪也非常争气 仅仅两个月就掌握了三十多位书客 这些人大多是生活不如意 特意来这里放松的富家太太 他们表面上光鲜亮丽 但实际上过着可怜又寂寞的生活 万泰就是其中之一 她才刚满四十岁 却已经与丈夫同床一梦十几年了 丈夫经常好几个月不回家 万泰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度过孤独的日子 为了打发时间 她和几个有着相似遭遇的富太太 一起创立了名媛基金会 有时还策划一些慈善活动 眼看圣诞节就要到来了 万泰和闺蜜们计划举办一场慈善晚会 然而讨论刚刚开始 就有人在朋友圈里发现了 万泰丈夫和一个年轻美女在国外度假的照片 两人的亲历模样明显就是关系不简单 嘲笑和同情的目光瞬间涌向万泰 万泰只能强人委屈和愤怒 等回家后才敢给丈夫打电话 什么时候回来 我朋友看见你在日本搂着一个女孩泡温泉 还拍了照片 别让我再等你 丈夫敷衍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这样的生活让她已经忍无可忍 闺蜜察觉到她情绪不好 提议带她去深圳散心 她欺负你就帮你报仇了 要不以牙还牙好不好 就是咯 老公去偷 老婆也可以去偷啊 总之 我们就集体去偷 在嫁为人妻前 万泰是个非常有名的艺术经纪人 她从没接触过任何背离传统教育的东西 但这次在闺蜜们的带领下 她还是半推半就地走进了深圳最有名的会所 老板一边打包票 一边将最受欢迎的阿彪叫了过来 谁都想不到 万泰居然对这个小鲜肉一见钟情 四目相对时 一种一样情愫疯狂滋生 可对方毕竟是会所抬住 她又怎么可能会把精力只放在一个人身上 更何况 其他三个闺蜜也对她很感兴趣 何太太听到姐妹说出的次数 满眼都是羡慕 她和丈夫是商业联姻 只是为了延续家族血脉而结婚 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 为了填补精神和肉体上的空虚 他们选择去会所寻找快乐 度过了非常美妙的一晚 姐妹们都十分满意 但万泰却有些心不在焉 她的脑海里一直回想着昨晚的情景 阿彪注意到她的不开心 特意讲笑话来逗她开心 你笑的时候真的很漂亮 万泰本来就对阿彪有意 这让她更加心动 他们开始谈论自己的家庭和过去 一番畅聊后 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分别时阿彪给了她一个手机 因为阿彪的职业万泰并没有当真 她以为她只是开玩笑 没想到等回到香港后 真的接到了她的电话 出于为人气的矜持 她没有接听 但她内心却很开心 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天两人跳舞时的情景 她清晰地感受着她的呼吸和心跳 内心的空虚逐渐扩大 迫切地想要找个人来填补 她也开始期待阿彪再次来电 这次她收到的是一条短信 她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不久后 姐妹们前往会所 只不过这次四个美人中缺少了万泰 老板告诉他们 阿彪今天被人包了一整天 而消失的万泰实际上也来到了会所 她打算给阿彪一个惊喜 却看到她搂着另一个女人 两人轻易地朝着酒店房间走去 原来包阿彪的是其他阔太太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后悔自己自作多情 失落的万泰回到房间 准备收拾东西离开 这时闺蜜突然找来 说刚刚在会所遇到一个牛郎 那人正是她老公的手下 这下 她出来鬼混的事情要被发现了 万泰本想陪她一起回香港 却收到了阿彪发来的消息 请求她务必留下来等她 经过一番挣扎 万泰最终抛弃了姐妹 选择留下来等阿彪 而阿彪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很快就来到了她的房间 两人这晚一起探讨什么是快乐星球 但万泰怎么也想不到 躺在她身边的人并不是阿彪 而是阿彪的双胞胎弟弟阿本 原来 阿彪心怀大志 想要赚很多钱 为了打造最强牛郎的人设 接了很多客人 然后暗中让弟弟帮忙 由于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一直没有被发现 本来可以一直隐藏下去 但随着阿本和万泰接触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忍不住爱上了万泰 甚至主动要去香港找他 两人躲在一栋偏僻的别墅里 幸福地享受着二人世界 阿本也越来越爱万泰 在一次欢好之后 他听到万泰一直在喊阿彪的名字 他不想再充当替身 忍不住告诉了万泰真相 万泰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那你哥走了 你也走吧 我不走 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这么好 面对他深情的挽留 加上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 万泰发现自己放不下阿本 但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 于是决定出去透透气 阿本生怕他会离开 于是把两个彩色绳子绑在万泰的手上 我妈说呢 带着他就知道回家了 没有女生可以抗拒这一套 万泰也不例外 两人继续在别墅里缠绵 而外面的世界却乱成一团 宝贝 要不要我帮你啊 我去拿酒 快一点 我还要吗 然而 女人万万没想到 当男人回来时 已经与别人交换了身份 这就是阿彪在会所保持 无敌战绩的秘密 只要他忙不过来 就会让他的双胞胎弟弟 阿本替代自己 由于他们相貌相同 这个伎俩屡适适不爽 阿彪因此受到老板的赞赏 被称为超人 然而 这一次为了挽留万泰 分身乏术的阿彪不得不再次使用同样的策略 安排阿本与万泰见面 但他万万没想到 阿本金会在一次相处中 对万泰产生了真情 为了和万泰在一起 他决定瞒着哥哥离开深圳 阿拉斯 我很想你 我忍不住 都逗到了香港照念 真的 那我马上回来啊 你等我 一段爱情由此展开 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万泰带着阿本上了他的邮轮 每天过着甜蜜而浪漫的生活 可在深圳的阿彪 却被弟弟的不告而别搞得焦头烂乱 没有了帮手 他逐渐难以应付数量庞大的客人 服务也出现了巨大的差错 就在一次接待万泰闺蜜时 对方的儿子和司机突然闯了进来 妈妈 儿子 起来 起来 对不起 妈妈 司机误以为女人被阿彪欺负 当即拿着啤酒瓶砸了上去 而吵闹声也引来了老板 更让人意外的是 女人的丈夫也在此时闯了进来 你怎么来了 你说回香港 回去又不找我 你不找我我找你咯 这是谁啊 我男人 爸爸 你们到底搞什么 啊 你个臭小子 我早跟你说了不要做交织流电嘛 现在让人家知道我这是万能插座 哪还有阔态态的光顾啊 这样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夫妻俩见面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场面 想到多年来的委屈 她忍不住伤心的痛苦 丈夫无法隐瞒 只好承认自己真正的取向 在这一刻 女人彻底心如死灰了 她决定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 然而 阿彪却没有那么幸运 因为违反行业规定 她不仅被老板解雾 还被毁了容伤了身体 今后再也不能待在这个行业了 而与此同时 阿本因为与万泰日复一日的相处 早已深深地爱上了她 出于内疚 她终于坦白了真相 我不是宾 你别叫我宾 你别叫我宾 你是谁啊 我是宾 我是宾的弟弟 这残酷的真相 让万泰一时间难以接受 但回想起这些日子的陪伴 她又无法真正割舍这段感情 在极度的挣扎之后 万泰决定与丈夫离婚 然后带着阿本远走高飞 过上真正快乐且自由的生活 也许这一天早就应该到来 只是当时的她缺乏勇气 只有在经历了伤痛之后 人们才会学着对自己更好一些 你是否被人骗过钱呢 千万要注意眼前这个人 她是美国史上最厉害的骗子 还不到19岁 就骗了400万 不仅如此 她还冒充飞行员 免费飞行200万英里 游历了26个国家 凭借着卓越的造假手段 在她出狱后 甚至收到了FBI发出的邀请 摇身一变成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员 这个男人叫弗兰克 出生在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 父亲是名成功的企业家 从小他就将父亲视为偶像 一家三口的生活和睦幸福 直到有一天 父亲因生意失败导致破产 家里的汽车被收走 就连唯一的别墅也抵押给了银行 一家人无奈之下 只得搬进狭小的公寓 弗兰克也由贵族学校转到了普通高中 他西装革履 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刚来到学校的第一天 他就被校爸狠狠地问候了一番 等弗兰克走进教室后 校爸嘲讽他长得真像代课老师 这句话让弗兰克脑中 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大胆地站到讲台上 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校爸摇了摇头 觉得这次要玩独子了 后排的学生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弗兰克立马大喊一声 这下年少无知的学生们信以为真 纷纷配合 接着弗兰克为了树立威严 让校爸上讲台 大声地给同学们网诵课文 没多久 真正的代课老师来了 是个弱弱的老太太 就这样 真正的代课老师被他三言两语打发走了 不久后 这是东窗事发 但时间已经来到了半个月后 这段时间里 弗兰克不仅给学生布置了作业 甚至还在昨天的家长会上许诺 已经为学生们毕业后找工作指明了方向 恋对如此调皮又能干的儿子 父亲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对儿子会心一笑 弗兰克不仅有高超的表演技巧 还有常人所不及的观察力 仅凭一眼 就看出女同学的架条是假的 因为家长给孩子们写好架条后 孩子都会折好放进口袋 其他孩子的架条都折叠着放在口袋里 而女同学的架条上没有折痕 显然是撒谎啊 尽管生活不如意 但弗兰克的人生还算过得去 直到这天回家 一位陌生男人的出现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 正是因为这个男人 父亲和母亲提出了离婚 律师让他在文件上签字 选择跟父亲还是母亲 但是一个16岁的少年 面对父母的冷漠 直接崩溃了 他谁也不跟 而是夺门而出 选择了离家出走 随后来到火车站 他想就此离开这个伤心地方 但身无分文 不仅无法买火车票 还被赶出火车站 在没钱的情况下 弗兰克凭借聪明的脑瓜子 盯上了手里过期的支票 男人用小刀刮掉支票上的数字 然后用圆珠笔图改 接着小心地盖上甲的签名 一张伪造的支票就制作完成了 可他一副穷酸样 还是被银行职员一眼看穿 好在他只是个孩子 才免去了牢狱之灾 弗兰克失望地走在大街上 很快被一旁的飞行员吸引住了 他们高大帅气 身边还有大批空姐陪伴 进酒店时也是经理亲自接待 甚至有孩子跑来寻求他们的签名 弗兰克灵光一闪 决定要伪装成一名飞行员 他先是来到航空公司 冒充校报记者采访航空公司领导 顺利套取了成为飞行员的许多细节 随后他又冒充航空公司职员 以制服丢失为借口 成功找到了定制飞行员制服的工厂 等到结账时 弗兰克却头疼了 因为这里只接受现金支付 但幸好老人提醒了他 只要报出飞行员的功耗 航空公司就会为他报销 凭借英俊的外表和帅气的制服 弗兰克很快赢得了人们的青睐 他再次去银行对现假支票时 得到了不同的待遇 因为飞行员制服的加持 银行经理亲自接待他 成功兑换了大量现金 就这样 弗兰克住进高档酒店 他将飞机模型浸泡在水中 小心地取下标志 贴到伪造的支票上 再用书本压实 凭借航空公司的金字招牌 弗兰克成功地换取了大量钞票 从此 他还多了一份工作 就是伪造更多过期支票来维持生活 在闲暇时 他会来到机场 大胆地询问飞行员是否可以免费搭乘航班 就这样 他免费乘坐航空公司的飞机 飞行了200万英里 甚至游历了26个国家 期间毫无破绽 凭借强大的观察力 在一次兑换支票时 他盯上了一个不安事事的贵员妹妹 在他的介绍下 弗兰克得知了支票打印机的存在 有了这东西 他伪造的支票才能做到极致美 于是他在拍卖会上 买下了一家破产银行的打印机 但也因为他的疯狂行为 很快引起了FBA的注意 卡尔找到了最后一张支票的兑换地点 老板也表示弗兰克就住在这里 然而当他到达时 发现房间空无一人 他对着卫生间大喊里面的人出来 弗兰克这时异常镇定 谎称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并以一副专业的态度分析现场情况 仿佛卡尔才是那个伪造支票的通缉犯 他甚至把钱包递给卡尔 表示里面有自己的证件 并指着楼下的两个男人 说嫌犯已经被自己的同事押送上车 殊不知 那两个男人正是弗兰克刚刚认识的人 高超的演技直接让卡尔信以为真 而弗兰克借机带上证物离开 就在卡尔刚松口气时 他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钱包 没想到里面全是小卡片 如此重要的通缉犯 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经过这件事后 弗兰克信心爆棚 他再次冒充记者来到航空公司 得知飞行员在退休后 每月可以收到公司寄的大笔退休金 有了这张长期饭票 弗兰克开始潇洒起来 不仅把自己想象成了007中的邦德 甚至在圣诞节这天 主动给卡尔打去挑衅电话 声称自己就在酒店的3113房间 被骗过的卡尔 自然不信他的鬼话 开始嘲讽弗兰克会打这通电话 就是找不到信任的人聊天 没想到这戳中了弗兰克的痛点 他果断挂掉电话 离开了他口中的3113房间 一次偶然的机会 卡尔从服务员口中得知 弗兰克随便编出来的一个人名 竟然是漫画里闪电侠的名字 看来这个诈骗天才还只是个孩子 顺着这条线索 他找到了弗兰克的家里 通过毕业手册上的照片对比 卡尔很快锁定了弗兰克 而此时的弗兰克厌倦了飞行员的生活 百无聊赖地来到医院 遇到了一个可怜的小护士 于是他灵光一闪 谎称自己是前来应聘的主治医生 凭借高超的伪造技术 很快一张哈佛医学院的毕业证 就呈现在了院长面前 见他是哈佛的高材生 还有六年的行医经历 弗兰克很快就当上了主治医生 面对帅气多才的男人 小护士瞬间被他折服 得知小护士的父亲是名检察官时 弗兰克又开始语出惊人 说实在的 我正考虑回到法律这行 天哪你到底是医生还是律师 男人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溜的骗子 他身上最大的谜团不是骗倒无数人 而是他如何通过律师考试的作弊手段 也正是凭借着这份无上的荣耀 让他最终报得美元归 订婚的那个晚上 不料FBI找上了门 激紧的弗兰克察觉到危险的气息 于是拿出一箱钞票准备逃跑 女友十分惊讶 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 弗兰克就准备跳窗跑路 临走前 他告诉女友 明天上午他们在机场会合 等卡尔找到这里时 弗兰克早就没了人影 第二天 女友暗约来到机场 但弗兰克却没出现 原来他早已埋伏在车里 偷偷观察周围 FBI在他抵达机场前 已经在机场设下天罗地网 因为他的面容早已暴露 想从机场逃离简直难于登天 但他是美国最聪明的骗子 他灵机一动 拨通了当地一所大学的电话 弗兰克再次穿上机长制服 以泛美航空的名义 宣布要选拔八名女孩作为空姐 经过精挑细选 在这八名空姐的掩护下 弗兰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机场 联邦探员们看到这些空姐时 被他们迷得神魂颠倒 而弗兰克紧紧跟随在他们身后 成功登上准备离境的飞机 同时 FBI抓到了一个嫌疑员 原来他是弗兰克过来冒充飞行员的 目的是为了吸引FBI的注意 而此时的弗兰克 已经悄悄地坐上了离境的飞机 逃之夭夭 七个月后 弗兰克再次暴露行踪 他伪造的支票在欧洲多个国家出现 根据支票最后的兑换地址 卡尔来到法国 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 再次找到了弗兰克 然而这一天恰好又是圣诞节 显然 卡尔有备而来 他告诉弗兰克 外面有50名法国警察 只要他走出这个门 必定会被他们乱枪打死 除非弗兰克自己戴上手铐 性命攸关 弗兰克最终选择相信 他乖乖地让卡尔给他戴上手铐 然而当他们走出大门时 外面却空无一人 弗兰克笑了 骗子大师也有被骗的一天 弗兰克被引渡回美国 然而在回国的飞机上 他竟然拆开马桶 逃到了飞机的起落架上 这次他又逃走了 但这次他并不是为了骗人 而是为了找回一个答案 原来 就在飞机上 卡尔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他的父亲已经去世 弗兰克自知罪孽深重 他只想在临死前 见上自己的父母一面 然而当他来到母亲的新家时 接待他的却是一个小女孩 此情此景 让弗兰克心灰意冷 在这个世界上 他已没有什么可留恋了 卡尔最终也找到了他 然而这次弗兰克并未选择反抗 而是乖乖地坐上了警车 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 故事的最后 弗兰克决定重新做人 在狱中表现良好 他提前获得了假释 并在卡尔的邀请下 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员 弗兰克从此改头换面 不仅帮助FBI破获了许多支票伪造案 还设计了多种加密支票 因为极其专业的安全性 他所设计的支票 至今仍被许多大型银行使用 为了换取他的服务 这些公司每年至少支付他数百万美元 因着跌宕起伏的精彩人生经历 弗兰克也被人誉为 20世纪最伟大的诈骗艺术家 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男人居然不按套路出牌 他一脸冷漠拿刀在伤口里旋转 女人痛得面部扭曲 可男人依旧不为所动 因为他惹了不该惹的男人 老张原是一名顶级杀手 但因厌倦了杀戮 选择隐退过上平凡的生活 与妻子共度时光 然而有一天 妻子却提出要和姐姐一起出去旅游 并将姐姐18岁的女儿托付给他照顾 老张非常不情愿 虽然曾经叱咤风云 但在妻子面前只能乖乖听话 无奈之下 老张只能答应 殊不知 这简单的要求却让他陷入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 晚上 老张按要求接到了放学的允智 可对方却以买书为由不愿回家 老张只得将他送到了书店附近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却看到允智并没有去书店 而是上了混混的车 虽然允智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老张并不想过多干涉 但看到旁边宿醉的女孩 又想到妻子的嘱咐 他还是心软了 幸亏刚刚在给他钱时 老张留了个心眼 在钱包里放了一个定位器 他跟随定位来到了一处会所 而此时的允智正跪在大姐大面前 被迫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他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允智自然是不肯 同样遭遇的女同学哭着恳求放过自己 结果却是一巴掌 就在要对允智下手时 老张赶到了 混混掏出小刀就冲了过来 但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就是个战武渣 老张收拾完几人后 让允智先走 又将夺下的刀甩了回去 没成想大姐大还敢偷袭 老张面不改色 受到惊吓的允智回家后 听话了许多 对眼前的大叔也很好奇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但几天后 却传来了女同学死去的消息 警察通过监控视频找到了老张 但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没有将他抓捕 随后允智接到了大姐大的电话 老张接过电话 对方威胁要马上把允智带来 否则将证据交给警方 因为杀死同学的那把刀 正是他就回允智时甩回去的那把 上面还留有老张的指纹 老张意识到这事是冲着他来的 于是收拾好装备后 交给允智一个定位手环 便驾驶着多年未动的摩托 独自来到了对方指定的地点 光头见有人闯入 一脸不懈地上前阻拦 却连老张的头发都没碰到 他示意对方交出刀 但老板却拿允智的姓名威胁他 看来他还没吸取教训 老张抄起酒瓶砸了过去 见老板还在嘴硬 他抓住光头的胳膊开始放血 老板一脸震惊 这才意识到老张是个狠人 赶紧把刀丢了出去 就在老张剪刀时 老板拿出枪开始胡乱射击 老张不愿与他们纠缠 离开了现场 可当他回来时 却发现了不对劲 监控被破坏 地上满是脚印 而允智也不见了踪影 根据定位手环 老张抓住了那个女人 但他所寻找的人并不在这 尽管大姐大被绑起来 他仍然嘴硬 明显没有将老张放在眼里 老张毫不犹豫地在女人的大腿上刺了一刀 被打成宝宝后 他终于透露了绑匪的地址 老张毫不犹豫地杀向那个地方 一群混混健壮冲出来 但他们根本不是老张的对手 很快 所有混混都被他解决掉 幸存的三人目瞪口呆 连忙撒腿就跑 可车门都没摸着 就被老张抓住 然而 他们并不知道允智的下落 老张毫不废话 直接杀了其中一个人 他不断杀鸡警侯 当逼问最后一个人时 一个凶神恶煞的黄毛出现了 黄毛不仅透露了允智的位置 还声称一小时后 就要将他卖到印度 他之所以把所有事情都告诉老张 是因为他确信能将老张斩杀 然而老张就人心切 不愿与他纠缠 他猛踹黄毛一脚 直接冲上楼 黄毛追了上去 却落入了老张设下的陷阱 他将一根绳索系在窗户上 两人在激战中 老张抱住黄毛 把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他腰上 然后抓住绳子 纵身一跃 从窗户跳了下去 刚准备离开 老张被赶来的警察老普拦住 尽管老张极力解释 但老朴坚信他是凶手 老张别无选择 只好劫持了老普 随后两人迅速赶往码头 刚到达 就发现了绑架陨志的一伙人 老张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 直接撞向他们 随后一枪解决了混混 他成功解救出陨志 不料老板突然驾车冲来 两人猛地砸在车上 老板艰难地从车里爬出 老张询问他们的幕后老大 可老板宁死不说 于是老板死了 随后拿出老板身上的手机 拨打幕后老大的电话 却意外发现老普的手机不断响起 原来警察和老板早就勾结 老张抓住了他们的把柄 于是老张利用这一点 告诉老普 要么与他合作 要么就去见太奶 怕死的老普只能答应 在他的安排下 两人都被送进了医院 几天后 老普向老张透露了一切 原来有一位政府高官 喜欢年轻漂亮的大学生 特别点名要允智 这就是为什么他多次被帮走 在老普的帮助下 老张很快查到了那个人 他竟然是韩国第一大法官金正勋 同时 老张还从他手下的人口中得知 金正勋热衷于年轻女孩 并经常在家中举办盛大的派对 很快 老张找到了老朋友 在对方帮助下搞到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 以此彻底解决掉这个败类 这个男人是一个让人不敢招惹的存在 不管你来多少人 都只是他的枪下亡魂 杀人对他来说 简直像砍瓜切菜一样简单 黄毛不断呼叫手下 但一直收不到回应 他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掏出手枪 老张又成功清理了两名保镖 恰巧遇到了黄毛 他迅速翻滚躲过了射击 正当他准备再次冲进去时 老普出现在面前 事宜与他合作 但老普却突然开枪 将枪口对准他 老普觉得有了政府高官金正勋这座靠山 他手中的受贿证据根本够不成威胁 老张被压到了金正勋面前 面对要杀害自己的人 金正勋一脸不屑 甚至还嘲讽他 老张面无表情地盯着金正勋 没有多说一句话 老普为了邀功 表示会亲自解决掉老张 说完话 他压着老张走出门外 就在出门时 老张突然反击 然后一个过肩摔降老普狠狠摔倒在地 见对方不服直接给了一记飞毛腿 其他人听到动静都冲了进来 老张捡起两节木棍开始挨个解决 清除了保镖后 他夺下了老普的枪 这是黄毛突然赶到 老张一个闪避 躲在了把台后面 两人围着把台护射 子弹都快耗尽 但依旧无法伤到对方分毫 老张计算好时机 猛然冲出 直接抓住了黄毛的胳膊 两人扭打在一起 依然不停地射击 枪被打掉后 他们继续贴身肉搏 黄毛手持匕首 不放过任何机会 但全被老张躲开 两人摔进了厨房 战斗接近尾声 黄毛却逐渐失去了力气 老张将他按在桌子上 拿起酒瓶狠狠击打 一番肉搏过后 黄毛落了下风 他再次捡起匕首 但再快拿有子弹款 然后被一脚踹进泳池 解决完所有人 老张找到了金正勋 毫不留情地 直接将其解决 一天后 妻子的姐姐接到了金正勋 打来的电话 原来他才是幕后的奸商 专门收养年轻女孩 工友前人享用 而女孩们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将养女安排到老张家 就是基于上了他的房产 老张没有废话 让他将车开到郊外 接过了允智的抚养权后 毫不留情地送走了对方 电影的最后 老张找到了妻子 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没有让允智受到任何伤害 独居女人熟睡后 床底竟爬出一个男人 对方熟练拿出迷药 捂住女人的口鼻 然后脱下自己的衣服 搂着女人入睡 等到凌晨四点 闹钟响起 男人准时起床 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 然后悄然离开 但女人早上醒来 感觉浑身疲惫 他单纯以为是自己没休息好 浑然不知是药物的后遗症 更不知道有男人 搂着他睡了大半年 女人名叫金敏 是一位银行职员 独自一人住在首尔的公寓房 因为害怕有人潜入 他特意买了男士衣物 并在门口摆上一双 两千块的男士皮鞋 以此来营造家里有男人的假象 直到有一天 他刚准备上班时 意外发现门锁盖被打开了 案件上还有被人按过的痕迹 女人莫名心慌 连忙更换密码以防万一 到了晚上 女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竟发现门锁盖再次被打开 女人顿感不安 直到看见妈妈贴在门上的便签后 又放下了悬着的心 但当她准备关灯睡觉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按密码锁 她害怕地缩在角落里 大气都不敢喘 很显然 有人试图闯入房间 过了一会儿 外面的声音逐渐消失 女人鼓起勇气从猫眼向外看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确定安全后 她打开了房门 发现地上多了一个烟头 女人害怕极了 直接选择报警 但警察因没有案件发生不与立案 认为这并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 无奈之下 报警只能不了了之 然而 晚上女人熟睡之后 那个男人竟然再次出现 她悠然地从卫生间走出 轻轻抚摸着女人的头发 第二天 女人被闹铃催醒 头仍然是昏昏沉沉 为了查清昨晚是谁开门 她找到物业查看监控 不料竟然只有电梯监控能运作 其他监控都是假的 女人由于害怕 她让物业陪自己回了家 物业确定家里没有异常 女人才让她离开 但因为监控的问题 让她产生了换房子的念头 结果因租金太贵 只得作罢 这天银行来了一个怪人 表示自己说在社区见过金敏 并强行拉着女人去喝咖啡 女人连忙拒绝了她 但对方还是不依不饶 甚至辱骂她 让她非常尴尬 幸好暗恋她的科长及时出现 将那个男人赶跑 下班回家时 电梯门即将关闭的瞬间 一个男人闯了进来 但没有按楼层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女人风声鹤唳 看谁都不像好人 电梯抵达楼层后 她并没有动 直到男人走出电梯 才跟着走出去 看到男人真的住在同一层楼后 她才缓缓松了一口气 当晚 女人沉沉睡去时 那个男人又一次从床底爬出来了 女人每天熟睡后 床下竟然爬出一个变态 对方随即掏出迷药 熟练地捂住女人口鼻 然后她走进浴室 用女人的牙刷刷牙 小心翼翼地摆回原位 洗澡后 她吹着口哨清理地板 处理掉所有毛发 然后定好闹钟 光着身子搂着女人入睡 她已经这样做了大半年 处处小心 女人到现在都毫不知情 每天早上醒来总感觉昏昏沉沉 喝牛奶时发现牛奶减少了一大半 她还以为是自己记错了 不过事业上女人有了好消息 女人通过了实习 即将转正 这天晚上 女人因为加班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车 正在思考如何回去的时候 银行里那个纠缠她的怪人出现了 拉着女人的手强行要求一起走 幸好科长及时赶到 开车将女人送回家 让她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安全感 然而 女人回到家时 家里竟停电了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女人害怕地转过身 小心透过猫眼向外看 发现是科长来了 原来是女人下车太急 把钱包落在了科长车上 科长是来还她钱包的 还顺便帮忙恢复了女人家里的电力 随后想借女人家的厕所方便一下 女人担心厕所不整洁 提前进去收拾了一番 竟发现马桶该是打开的 她顿时傻眼了 不安瞬间涌上心头 想起自己根本没和科长说过住的房号 难道科长就是隐藏在暗处的变态 女人惊恐地打开门 还不等科长回答 女人借口说要去买咖啡 赶紧跑了出去 科长见状则淡定地关上了门 等女人再回来时 带来了两个警察 她认为科长绝对有问题 来到家门口时 女人不敢开门 见女人犹豫 警察便要来了密码 女人被警察叫到警局 警察怀疑她是凶手之一 因为房间内有与第三方的打斗痕迹 科长是在麻痹后在被勒死的 再加上女人屋内有大量男士衣物 警察怀疑她伙同另一个男人杀害科长 女人陷入崩溃 没想到家里竟然存在着另一个人 但没有证据 女人最终被放了 然而回到银行后 女人却立马被行长辞退 无疑让女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为了安全 她决定立刻搬家 可就在收拾东西时 意外发现了一张同栋楼的门卡 难道这就是凶手的家 于是她一个个去尝试 一家 两家 三家 终于 在七楼打开了一间房门 房间内布满灰尘 好像已经荒废了很久 通过桌上的单据 在银行上班的闺蜜 查到了七楼女户主的名字和消费记录 他们拨打女户主的电话 但没有人接听 很快他们又有新的发现 这位女户主总是会在下午一点 到一家便利店购买3200元的东西 于是 他们决定蹲点 突然 有人消费了3200 是个女生 还刚好是一点 两人急忙跟上 但在一个岔路口跟丢了 无奈之下 闺蜜二人也只能分头行动 随后 女人找到一个可疑的房子 门锁和公寓竟是同一个款式 她随便输了几个密码都不对 正打算放弃离开时 她却又回过头 鬼使神差地输入了自家密码 门居然开了 她捏手捏脚地走进屋子 眼前的一幕让她永生难忘 独具女人每晚睡觉都会被猥亵 这天她终于发现了异常 顺着线索找到了一处宅院 当她走进屋子后 她惊呆了 屋内竟然绑着一个女人 胳膊上还插着吊瓶 女人正慌慌张张想打电话报警时 她慌忙躲进了床底 很快一个男人走进了房间 熟练地拿出麻醉剂注射进了被绑女人的手臂 从男人的自言自语得知 床上躺着的就是七楼的女护主 而此时女护主正被男人一点点分尸 女人吓坏了 趁凶手不注意 捏手捏脚地走到门前 就在快要成功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女人慌忙夺门而逃 凶手也紧追不舍 在慌乱中 女人藏进了一处仓库里 但还是被男人发现了 关键时刻 她的闺蜜赶到了 用手推车撞倒了男人 警察也在这时赶来 两人成功获救 随即警察对附近进行了搜查 找到了一具尸体 尸体的手上正挂着女人的名片 在警局里 警察逮捕了之前骚扰女人的变态 种种线索都表明 她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可对方一直在否认 由于没有证据 男人被无罪释放 而女人为了安全 搬到了新的住址 并加了三把锁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还好只是快递到了 可让她傻眼的是 快递里竟是 她在犯罪现场丢失的手机 手机中充满了 她熟睡的照片 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是闺蜜的电话 可接通电话后 视频里出现的 竟是一个陌生男子 随后男子走进了厕所 而此时 不知情的闺蜜回来了 女人大喊着闺蜜的名字 但闺蜜却像听不到一般 女人慌忙出门 跑到闺蜜家 看着视频里的凶手 就要聚下闺蜜的腿 女人拿起灭火器 就开始砸门 可就在这时 银行里纠缠她的变态 抓住了她 将她打倒在地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 闺蜜也安然无恙 在医院里 认为女人在小题大做的 警察心怀愧疚 送给她一个企恶监控 女人回到家 安装好监控后 终于感受到安全感 接着女人去便利店买东西 却遇到了一个男人 是之前的物业小哥 小哥很热情 但女人隐隐感到不安 正当要离开时 听到小哥买的东西 正好也是三千二百元 不仅如此 小哥的表也是旧款电子表 女人连忙跑回家 把三道锁都挂上 可就在这时 警察打电话过来了 说之前银行里纠缠她的变态 被人宰了 这证明了凶手另有其人 让女人待在家里别乱跑 心神不宁的女人坐在床上 突然发现家里凭空出现了蔬菜粥 显然有人来过 她害怕地打开监控 发现果然有个男的进了屋子 现在就在床底下 女人吓坏了 想强装镇定 但颤抖地腿出卖了她 等她再次醒来 她只感到浑身无力 身后则是抱着她的变态凶手 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找准机会一口咬住男人的耳朵 踉呛着向外走去 但凶手很快抓住她 要拿斧头砍下她的手 恰好这事柜子倒下 将两人压在里面 在挣扎中 男人撞到了钉子 一命呜呼 女人最后被判正当防卫 无罪释放 虽然现在没人跟踪她了 但床下却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慈禧第一次试寝时 像个木头一样不会扭腰 老公公连忙对她进行指导 你要从被窝底下 钻进去 慈禧这才反应过来 于是 她小心翼翼地伸出脑袋 光着身子钻进了被窝 贤宗皇帝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猛地扑去了上去 尖叫声很快传来 大臣们个个吓得脸色发白 显然皇帝一点都没进行 果然 她脸色不悦 恶狠狠地要求再换一个 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慈禧一头雾水 蓝贵人 这是留还是不留 不留 慈禧见难得起身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人强行嫁住 老公公不讲武德 从背后突然袭击 不明液体瞬间流出 太监们一边用力打她后腰 一边强行把堕胎药灌进她嘴里 经过一番折腾 慈禧被搞得半死不活 再带她清洗一次 那龙肿就留不下了 皇上 为什么不折我留龙肿 清费呀 你伺候的皇上不开心 慈禧被拉着做最后的清洗 老公公趁机落井下石 偷偷耍起阴招 找把硬毛刷子 好好地给她捅脱 经过漫长的一夜 慈禧身心饱受折磨 她躺在床上哭泣 本来如果能留下龙肿 她就有机会升级为贵妃娘娘 可她的驾照刚下来 因为车计时在太差 没有隆重不说 还失宠啊 慈禧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打算投河自尽 幸好六王爷正好路过 阻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有一天晚上 慈禧的心爱的猫咪突然失踪 她焦急地四处寻找 最终在院子里的砂锅中 找到了陪她长大的白猫的尸体 慈禧悲痛欲绝 在院子里哭到了天亮 安贵人得宠后归来 以为慈禧在嫉妒自己 整天做白日梦 是不是那死猫上身了 慈禧立刻追上去质问 没想到对方竟然嚣张地承认 你这贱人 就算我杀了你冻冻的怎么样 你敢杀我吗你 深宫里冷落的悲哀 再加上失宠的痛苦 让慈禧瞬间失去了理智 簪子用力地一次次落下 她肆意发泄心中的愤怒 鲜血四溅 她也丝毫没有停手的想法 直到安贵人彻底没有了动静 慈禧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 六王爷听到声响赶来 他对慈禧早已心生爱慕 打算帮忙处理尸体 一个宫女路过时撞见 吓得直接痛声尖叫 他答应保守秘密 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但等慈禧出门丢掉染血的床单时 六王爷竟然直接痛下杀手 认为只有死人才不会泄密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但你不会出卖我的 他不会出卖我的 在皇宫里 就像在战场上一样 不是你杀人就是人杀你 你跟我都需要生存下去 我们就必须把别人的尸体踩在自己的脚下面 经过一番洗脑 慈禧开始黑化 为了得到皇上的宠爱 慈禧意识到自己必须学习 让男人死心塌地的功夫 于是他来到烟花之地静修学习 只要能赢得皇上的青睐 他什么都愿意学 只要是男人死心塌地的功夫 我都要学 邱仪 我们的厨妓一买回来就要练做明纸 就要把明纸做成一把扇子 而且下面的鸡蛋要完整无缺 世人常说能俘获男人的心 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在古代更是如此 而宫中的妃嫔们做梦都想侍奉天子 慈禧也不意外 为了得到皇上的恩宠 特地去烟花之地静修学习 他埋头苦练了七天 终于学有所成 并开始了争取皇帝宠爱的道路 朝廷内忧外患 早已岌岌可危 皇帝为了稳定局势 亲自到寺庙里祈祷 为表前程 他决定斋戒整整七日 但皇上每日酒色相伴 又怎么可能熬得住青灯皇眷 才到第五天 他就开始撑不住了 趁着皇帝沐浴时 慈禧假扮成小太监走上前 故意在他面前暴露身份 皇帝突然认出慈禧 慈禧也趁机表明心意 声称自己对皇帝甚是思念 才忍不住冒充太监 皇帝过于相信自己的魅力 倾信了慈禧的花言巧语 面对宋上门的诱惑 立马无法抵挡 慈禧运用所学的技巧 使得皇帝对他着迷 两人在这佛门清静之地 颠乱捣缝 好不快活 而慈禧的表现 让皇上颇为满意 从此只指明要他一人侍奉 慈禧夜夜受到皇帝的恩宠 很快怀上了皇子 并且顺利生下了第一位皇子 直接摇身一变 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义贵妃 再也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但好景不长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 为了逃命 八大臣建议皇帝躲到热河 而六王爷则主动留下处理残局 执意要与洋人和谈 哼 专奏 八大臣随即准备行装 陪伴皇帝定居在热河 然而皇帝半夜醒来 意外发现慈禧穿着龙袍 现在的他极其看重权势 早已不再是当年的傻丫头 皇帝愤怒不已 质问他这是何意 你真想起在朕的头上 皇上意识到慈禧对权力的渴望 不再专宠他 但从那晚起 皇帝突然病重 生命危在旦夕 八大臣集体上奏 策立大阿哥为太子 但为防止慈禧篡权 必须消除他 慈禧听闻此事面无血色 而皇帝也并未同意他们的做法 但为了稳固皇后地位 皇帝召集所有人 亲自下达圣旨 以后谁对皇后不敬 凭辞职可以将之处斩 王公大臣 皇室至亲 也是一样 没想到刚刚策封太子 皇帝就驾崩了 六王爷收到消息 及时赶到葬礼 虽在叩拜兄长 眼神却偷偷瞥向慈禧的方向 皇帝刚刚驾崩 二十六岁的慈禧 急不可耐地拉拢心腹 皇爷那一天你救了我 你只要再拿出点勇气来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就算今儿晚上我们两个被杀了 起码 我们都做过自己想做的事 六王爷堂堂证人君子 想也不想直接挽起饺子 屋外的嫔妃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屋内的两人却开心到飞起 最终 六王爷从昏迷中苏醒 兴丹情愿辅佐慈禧垂帘听政 老臣们得知此事 瞬间明白一切 他们树嫂分明是狼狈为奸 于是他们拟定计划 在出殡路上对慈禧下死守 谁也想不到 六王爷才是真正的老六 早早埋伏好弓箭手 等着老狐狸们露出尾巴 慈禧母子安然无恙 回宫后迅速下令打击报复 老臣们呕心立血 为大清加班加点工作 突然处死圣旨就来了 混账 那些参与刺杀的老臣们 有的被赏以毒酒 有的被刺死红绳自尽 喷子因为嘴巴不干净 嘴巴直接被针线牢牢缝了起来 再也说不了一句话 接着被拉到街上游街示众 然后当着全城百姓的面 上演了一拨人手分离 慈禧太后顺理成章 垂帘听证 与慈安太后共同辅佐 权力的欲望在心中萌芽 慈禧又怎么可能容忍 一山二虎的局面 于是故意传出消息 要对慈安偷偷下毒 这下慈安坐不住了 冲去找慈禧对峙 却在门外目睹了这一幕 苍天在上 保佑我姐爷的病体早日康复 我愿以隔热为药医 往苍天垂帘 而慈禧也确实是个狠人 当场撩开衣服 选出最好的地方 然后亲手割下了自己的肉 放进了慈安的药罐 未美 姐姐 这样的表演 深深折服了慈安 当即拿出了先帝的秘诏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当慈禧打开看到后 顿时露出杀气 如仪贵妃 对皇后又何不敬 凭辞职 即是处战 想不到先皇 竟然把我看成妖魔 姐姐 你要我说什么才好 慈安为了姐妹情义 亲手烧掉了这道秘诏 还深情地告诉慈禧 姐妹一声大过天 殊不知她把慈禧当姐妹 慈禧却从始至终 都把她当作绊脚石 没有了秘诏的威胁 慈禧彻底放开了手脚 立马命令宫女端上汤药 结果汤刚刚喝进去 慈安就腹部一阵脚痛 您喝了喝顶红炖人肉 能不疼吗 你看见我的时候 我正在下毒呢 好狠毒啊 冲儿在你身边一年 都没找到这封秘诏 更没人能找着 为什么 因为 我嫉妒你啊 我有个坏习惯 就是喜欢说瞎话 很快 慈安变毒发生亡 慈禧顺利稳坐高台 毒掌后宫大权 而当时帮她上位的六王爷 因为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 被革职浅乡 大老爷们第一次哭 不敢相信慈禧 对自己如此无情 但她没想到 这是她最有应得 在皇宫里 就像在战场上一样 不是你杀人就是人杀你 你跟我都需要生存下去 我们就必须把别人的尸体 踩在自己的脚下面 慈禧如愿穿上龙袍 牢牢掌控大清朝政权 长达48年 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女皇 然而 她内心是否快乐 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 医生将女病人的双腿抬高 并对其注射松弛剂 等女人的肌肉完全放松时 让她吸入麻醉气体 仅一个眨眼的功夫 女人就失去了知觉 接着医生抬起她的脖子 用扩张器撬开女人的嘴巴 最后插入氧气管 直到女人已经完全昏迷 医生便拿出胶带 粘住她的双眼 这原本只是一场 简简单单的流产手术 医生静一边煮刀 一边向学生讲解 此时麻醉师突然做起身来 她发现病人的血压急剧下降 紧张氛围迅速在手术室弥漫开来 他们仅仅盯着眼前的测量仪器 幸好女人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一切都只是虚惊一场 可当手术结束后 女人却没有苏醒 无论医生如何呼喊 她都没有反应 医生连忙检查她的瞳孔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主导医生急忙前去查看 随即宣布了病人已脑死亡 然而女人生前并没有任何病史 并且手术过程中 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可她就是在没有任何的征兆下昏迷 经过多名主任医师的会诊 他们猜测是女人对麻药过敏 虽然在每十万例全麻手术中 都会有六人出现不明原因的异常情况 医院将这次意外定性为概率问题 但医生苏珊却坚持要追究其死因 因为女人不仅是她的好闺蜜 而且还是她介绍来的这家医院 苏珊开始查阅手术过程中的相关资料 尽管从记录上看没有任何不正规操作 但她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化验单 他们对闺蜜的组织进行了检查 可流产手术根本不需要这项检查 这让丈夫也感觉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 化验单上没有编码 甚至连送检医生的名字都没有写 丈夫认为或许是搞错了 因为这种事在化验室也并非第一次发生 让苏珊不要过于疑神疑鬼 因为医院已经对事故做了调查 但苏珊坚持不太正常 她决定去化验室问个明白 然而当她找到值班医生后 却被告知这是电脑打印出的单据 因为医院有相关政策 电脑会随机选取病人进行检查 但苏珊不相信她的解释 于是她来到档案室调阅资料 很快就发现电脑上根本没有那组编码 为了查明真相 她要了近一年所有昏迷病人的名单 可当她拿到后直接傻眼了 居然会有这么多病人 苏珊开始不分昼夜地调查此事 她的丈夫得知后 和她大吵了一架 因为未经允许调阅资料 是属于非法行为 弄不好工作就没了 可看着满满一夜纸的脑死亡病人 苏珊无法听进丈夫的劝阻 她觉得这根本不合情理 面对丈夫的责备 苏珊只好乖乖回去上班 今天病房里又来了一个新病人 需要做个简单的栏尾手术 可男人并不知道 进来后她就再也出不去了 这是医院广播传来苏珊的名字 她急忙赶去主任办公室 虽然被发现了调阅资料 但主任看在苏珊对病人负责的态度 选择网开一面 可当然是小哥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是必须有人出来背锅 主任担心闺蜜的是 会影响苏珊以后的工作 特意安排了心理医生 对她进行辅导 尽管如此 她依然怀疑这次事故 更是把心理医生当成树洞 坚持要揭开其中的真相 很快医生便将情况汇报给主任 她认为苏珊最近是压力太大 主任听后这才没有辞退她 在另一边 苏珊回到病房时 发现新来的病人也发生了意外 因为多了两毫克的麻醉剂量 结果直接变成了植物人 然后麻醉师声称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手术期间病人也出现了血压降低 而她是按规定增加的麻醉剂量 这又是一起关于麻醉剂发生的事故 苏珊更加确信这一定不是意外 就算有概率问题 也不可能会连续出现 而丈夫则认为她是有孕妇效应 因为闺蜜的死对她打击太大 导致她对这种情况很敏感 希望她休息几天 然而苏珊转头就拿出一本日记 又在上面添加了新病人的名字 接着想要调取昏迷病人的麻醉记录 却被告知都被麻醉科主任拿走了 于是她找主任说明情况 但听到苏珊的猜疑后 对方立马便换了副嘴脸 苏珊质疑的态度让主任很是不爽 认为苏珊只是汉外人 在挑衅他们的权威 苏珊不得不寻找其他办法 她向丈夫说明情况后 丈夫认为妻子是彻底疯了 因为麻醉科的主任权力太大 得罪她就等于得罪了整个医院 很容易就丢了工作 可没等她讲完 丈夫就被领导请进去喝茶 对方认为她是接替自己位置的最佳人选 但是如果她的妻子继续胡闹的话 不仅妻子会被开除 她也得跟着被吵 这时苏珊来看望闺蜜 却发现她的床铺已被清空 她连忙跑前台询问 被告知闺蜜被送去病理部 苏珊忐忑地找了过来 不料闺蜜已经被解剖 她们对其做了切片分析 可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看到苏珊很是疑惑 医生为了舒缓气氛 向她开启了玩笑 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玩笑 却提醒了苏珊 可男人随后又解释说 医院发生的十几次昏迷意外 各自的病情不同 麻醉师也不同 就连做手术的医生都不同 就算是有人知道这种操作 也不可能会实现 然而 等苏珊从病理部出来后 又一次被主任喊去喝茶 这次麻醉科也再次过来施压 苏珊必须卷铺盖走人 当苏珊听到这消息后 直接哭了起来 主任看着手下爱将委屈的样子 又开始心软了 原定的辞退改成了休假 工作虽然保住了 可麻醉科那些人连院长都不敢招惹 主任也爱莫能助 休假或许是对苏珊最好的保护 苏珊回到家后 将她在病理科听到的情况告诉丈夫 再联想到两起事故都发生在8号手术室 顿时有了不太真实的猜测 甚至怀疑有人将氧气偷偷换掉了 丈夫听完认为苏珊没救了 为了让她尽快振作起来 丈夫决定带她去8号手术室看看 苏珊检查供氧设备后 并没有发现异常 接着丈夫又说 每天有多台手术在这间手术室进行 就连闺蜜出事的那天 也做了4台手术 如果真的按照她的推测 不可能只是这两次事故 听完丈夫的分析 苏珊也渐渐放下执念 为了让妻子尽快平复情绪 丈夫特意申请了休假 陪着她去了很多地方 苏珊也逐渐恢复了状态 可在回去的路上 她看到路边的一家研究所 专门在研究有关植物人的问题 医院里那些昏迷的病人 最终也会被送到这里接受治疗 苏珊想要请教一下有关研发的成果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这里仅限周二对外开放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昏迷病人的知识 必须等三天后再来 苏珊也只好失望地离开 可工作人员看她的眼神 却露出一丝怪异 终于搞到休假结束 回归岗位的苏珊正在准备手术时 突然一名维修工找到了她 她表示知道一些内幕 如果想要了解到具体细节 下班后去工程部找她 然而两人的谈话 却被麻醉主任目睹 就当苏珊工作完成准备去工程部时 没想到维修工被泼了一身水 紧接着就被推向电闸 当苏珊赶来时 维修工人已经惨死 警方认为这是意外出电 但苏珊不相信 她在现场四处徘徊 真的发现了一罐一氧化碳 随后她拿出手电筒 沿着管道开始寻找 在经过一条狭长的通道后 终于被她发现了猫腻 这里不但有负责控制的开关 而且下面正是8号手术室 看来这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随后她潜入麻醉科 也终于被她发现了问题 发现所有昏迷的病人 都来自8号手术室 麻醉科医生肯定脱不了干系 就在苏珊准备离开时 杀手出现了 女人被杀手追杀 连忙躲进了停尸房 下一秒杀手就打碎玻璃 成功打开了大门 然后挨个检查尸体 可就是没有发现苏珊 她气愤地推开内门 就在她打开灯时 直接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房间里整齐地挂着上百具尸体 就连杀手都冷汗直流 但为了找到苏珊 她还是硬着头皮进去检查 可刚走几步 她又退了出来 实在是不敢向前走 只好蹲下身体 想看看女人再不在这里 不料苏珊见状奋力跃起 尸体一个接着一个被撞倒 将杀手压在了下面 苏珊则趁机逃了出去 她恐慌地回到家 将发现的秘密都告诉了丈夫 丈夫连忙安慰她 可等她睡着后 丈夫却偷偷打起了电话 殊不知苏珊在装睡 苏珊顿杆五雷轰顶 莫非丈夫也参与进了这场阴谋 她不敢再待在家里 偷偷躲到了酒店 第二天 她去了研究所 想到那些昏迷的病人 她怀疑和这里一定脱不了干系 于是混进一伙医生的队伍 发现这是原来是政府设立的实验基地 目的就是为了给植物人提供服务 虽然现在还处于实验阶段 但有一天一定能为社会造福 随后他们戴上墨镜 里面的场景直接让众人傻眼 昏迷病人被全身赤裸地悬挂在空中 用紫外灯照射杀菌 而病人全被钢丝穿过身体 目的是为了避免酒窝生疮 工作人员都不需要护理病人 病人身上的皮管是维持生命的通道 电脑随时记录病人的体征 同时也会根据情况自动调节 苏珊越发觉得这里诡异 趁女人讲解时 悄悄溜进员工通道 然后换上一身职业装 假扮成这里的员工 保安也没发现她的存在 苏珊顺利躲进一个房间 眼前的一幕让她永生难忘 之前昏迷的那个男人 也被送到了这里 更让她毛骨悚然的是 对方的内脏全被掏空了 这一刻她终于明白了一切 原来医院与研究所勾结 表面上两家都是政府企业 可背地却偷偷贩卖器官 当他们需要供体时 医院会根据血型要求 找到匹配的病人 用一氧化碳使病人脑死亡 然后将他们送到这家研究所统一贩卖 苏珊不想在这里多待 惊恐地向外跑去 却与保安撞得满怀 急忙躲进一个房间 却发现里面同样摆放着一具尸体 眼看越来越多保安追上来 苏珊拿起了椅子 等保安破门而入后 却发现苏珊已经离开 他们带着恶犬开始搜索 其实苏珊并不在外面 而是躲到通风管道上 她小心翼翼地踩着顶棚 来到大厅 不小心触碰到吊起的钢丝绳 下面的病人在不停摇摆 两名保安走进来 看到摇晃的病人 却微荡回事 最后在运输尸体货车的掩护下 苏珊顺利逃出去 急忙找到主管 将看到的都告诉了她 然而苏珊不知道死亡已经悄然靠近她 主任表面上关心地询问 却送给她一杯毒酒 原来主任就是其中一个环节 而此时苏珊已经喝下迷药 护士为她穿上手术服 主任谎称她得了急性蓝尾炎 在苏珊意识模糊时 看到丈夫急忙解释自己一切正常 丈夫看完化验单后 仍坚持她需要手术 苏珊神志越来越不清 主任也走了过来 表示亲自主刀这场手术 这是护士的一句话让丈夫 丈夫回忆起妻子的猜疑 联想到主任一再强调 摇八号手术室 心中涌上不好的预感 根据妻子之前在工程部的发现 她迅速赶往那里 在通风管道上 终于发现了隐藏在角落的控制开关 而苏珊的手术已经结束 主任信心满满地准备离开 下一秒却听到苏珊的声音 主任意识到自己的阴谋 再也隐瞒不住 看着苏珊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 主任彻底傻眼 等待着她的僵尸法律的制裁 女人将安眠药放入盘中 用菜刀一分为二 接着把药片丢入奶瓶 再将长满了蚂蚁的奶粉 直接倒入奶瓶中 最后放微波炉加热充分混合后 女人把这瓶毒奶粉喂给了自己的孩子 看着孩子无辜的眼神 这个母亲竟没有一丝愧疚 满脑子想着赶紧和小助理探讨快乐星球 带着孩子只会爱她的事 很快宝宝就一动不动地睡去了 然而当女人来到酒吧后 她外出的丈夫却提前回到了家中 发现了奶瓶中残留的蚂蚁 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 丈夫匆忙跑进孩子的房间 可此时的孩子发着高烧 已经没有了反应 丈夫赶忙带着女儿来到医院 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后 宝宝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起初 丈夫还误以为是蚂蚁差点害了女儿 但接下来医生的化验报告 让她彻底傻眼了 看着书页针插进宝宝的胳膊 丈夫流出了心疼的泪水 她再也不能忍受这个恶毒的妻子 在她随后的一系列操作中 也会让你们彻底折服在她的高智商中 丈夫平日理性格内向 不善于表达 由于经济危机她失去了工作 接手了家庭主妇的角色 上午把女儿送到母亲家里 下午来接女儿回家 空余时间就待在二手书店里 阅读言情小说 因为没有工作 丈夫过得很节俭 买个菜要反复确认发票有没有多算 喝剩下的瓶瓶罐罐也舍不得扔 全攒着可以卖点钱 而妻子则是一家培训机构的院长 花钱总是大手大脚 看到每天无所事事的丈夫 毫不留情面地责备她 还抱怨她看电视听不见自己喊话 然后还要理智气壮地给她上课 丈夫也不反驳 任由妻子宣泄对自己的不满 其实她每天都在努力找工作 可现在工作并不好找 久而久之 两人的生活方式渐渐产生了巨大差异 这天妻子刚和小助理研究完快乐星球 就接到了前台的电话 没想到丈夫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 妻子紧张地扭开房锁 等丈夫进来后 心里有鬼的小助理假装在忙工作 妻子则连忙为两人介绍 可看着这两人不自然的表情后 丈夫心里也有了怀疑 在回去的路上 丈夫故意问起妻子为什么在办公室不穿鞋 但妻子却说那是她的自由 见丈夫像女人一样啰嗦 讽刺她话这么多就去开出租车算了 接着妻子谎称要去见一个客户 让丈夫先回家 不出所料 妻子转身就去了小助理家 一脸开心地告诉对方 说自己已经戴上了和小助理的对接 而回家后的丈夫 则发现了妻子的车钥匙上 多了一把陌生的钥匙 第二天 丈夫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偷偷来到了小助理家 当钥匙插入锁孔的瞬间 丈夫的心也碎成了渣渣 她忐忑地打开了房门 生怕看到一些刺痛她的画面 好在这个点她们还在上班 里面并没有人影 男人怀疑妻子给自己戴原亮色的帽子 根据在妻子那发现的陌生钥匙 她成功打开了妻子助理的家门 这无疑验证了她的猜想 心瞬间碎成了渣渣 当她进入房间后 定入眼帘的就是一片狼藉的床 在当她看到书桌时 眼前的画面让她碎成渣的心画成了粉末 上面摆放的全是两人亲历无间的照片 还有她认识妻子之前的照片 甚至连女儿出生时的照片也有 丈夫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当她握住女儿的小手时 开始犹豫了 尽管她现在不确定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但她不能让宝宝刚出生就失去母爱 等到妻子下班回来后 丈夫并没有揭穿她的丑事 然而第二天的她却一改常态 让书店老板都看不透她 而这时 妻子再一次来到小助理家 意外发现洗手间里多了一个全新的牙刷 角落里还摆满了婴儿用体 她气愤地跑出来质问 可在这一刻 妻子感受到小助理前所未有的可怕 她只是想两人能够开开心心 但没想到小助理的野心却不止于此 妻子不想在这里多待一秒钟 她回到家后一改常态 不仅开始做起了家务 就连地板都擦得干干净净 妻子认为是该结束的时候 她也不愿意为了一个小鲜肉 而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 可她并不知道 有些东西一旦触碰 又怎么可能是自己说退出就行的呢 就当她打算开始做个合格的妻子时 却突然发现了化妆镜旁的一张照片 她瞬间傻眼了 难道丈夫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事情 但好在照片上只有自己一人 妻子紧张地将照片收起 在丈夫还没回来之前 她就开始忙碌地准备着晚餐 吃饭时 妻子也一改常态 主动向丈夫承认自己最近状态不好 导致自己忽视了对她和宝宝的关心 老实的丈夫也以为妻子是回心转意 并没有揭穿她的丑事 然而在丈夫认为生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时 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电话 对方连续打了好几次 但就是没有说话 妻子紧张地问着丈夫 生怕她听出对方的声音 但好在丈夫以为这是骚扰电话 可就在这时 丈夫看到了桌上的留言 才得知自己的恩师意外去世了 等丈夫急匆匆地离开家后 没想到电话又再次响起 当女人听到助理的声音后 她再也忍无可忍了 表示当初两个人约定好了的 为何要纠缠自己不放 可小助理的声音明显是喝了酒 死缠烂打就是想要和妻子见面 妻子本来想要拒绝 结果小助理说自己已经到她家门口了 为了不让丈夫发现 妻子只好约定在酒吧碰面 可现在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却成为了麻烦 她哄了好久都不见女儿想睡觉 但为了保住这个迟来不易的家庭 妻子决定狠下心 为给孩子半片安眠药 并没注意奶粉已经被蚂蚁爬满了 直接把两者混云后给孩子喝了下去 接着如约来到了酒吧 当即表示想要就此断掉两人的关系 可只有谈何容易 在不知不觉中 两人都喝了不少酒 可让妻子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丈夫不仅提前回了家 还发现了孩子的发高烧 这一刻 丈夫觉得妻子已经没救了 与此同时 喝多的妻子被小助理送去家里 恰好这时丈夫也带着孩子从医院回来了 眼前的一幕让她直接傻眼了 男人连夜带孩子看病回家 正好撞见妻子和小助理探讨快乐星球 她呆呆地在原地站了许久 但最终还是选择不揭穿他们 她不是不想报复 而是要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 等她看到电梯下楼的提示之后 丈夫才缓缓走向家里 可当她打开房门的一瞬间 再一次傻眼了 小助理居然没有离开而是在家里 该看的和不该看的都被丈夫尽收眼底 她依旧没有声张 而是默默选择了回避视而不见 如果你以为她这是懦弱的话 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 到了第二天 丈夫特意将女儿托付给邻居照顾 然后让邻居送她去火车站 名义上是去参加恩师的葬礼 可当她登上火车之后 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小助理的家 接着她戴上橡胶手套 在床上找到了对方的毛发 随后又在抽屉里找到一把匕首 等妻子回来正在卸妆时 又一次看到化妆镜旁放着 居然放着比之前更加私密的照片 她以为是小助理想要威胁自己 连忙拿出手机拨打给对方 质问她到底是想要怎么样 可就在这时 家里突然停电了 妻子刚要出去查看 立马被一只大手用力掐住脖子 接着被丈夫死死按倒在床上 随后丈夫拿起手机 拨通了小助理的电话 这时妻子想向对方呼救 可根本讲不出一个字 只能勉强发出一些微弱的声响 这时丈夫掏出匕首 恶狠狠地盯着妻子 即使妻子眼里满是恐惧 但这回丈夫没有再犹豫和迟疑 直到妻子的鲜血染红了整张床单 她才就此停手 随后丈夫拿出之前收集到的小助理的毛发 全部丢到了妻子的身旁 接着换好衣服离开 故意留下钥匙插在锁孔 很快她就亲眼看着小助理跑过去 此时丈夫再次来到小助理家 将妻子的血迹留在了洗手盆上 完成计划之后 丈夫再次坐上了前往其他城市的火车 等到了第二天 丈夫再打电话给邻居 声称自己联系不上妻子 希望她可以帮忙看一下 等到邻居推开房门后 立马看到了妻子的尸体 警察很快就封锁了现场 他们也成功收集到小助理的毛发 而妻子被掰断的手指 警方也判断出凶手是为了强行取走戒指 原来小助理担心两人的事情被发现 所以在看到女人凉透后拿走了送她的对接 而丈夫的演技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加上她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很快被警方排除了嫌疑 但小助理就没那么好运了 最终被警方定性为杀人犯 一切尘埃落定后 丈夫抱着宝宝再次回到家中 或许她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但始终会活在妻子的阴影中 当她看到两人的照片时 留下了懊悔的泪水 原来丈夫一直深爱着妻子 就算在发现她做出格的事情后 她曾试着去原谅 但妻子为了私欲 差点害死了他们的宝宝 这激怒了丈夫的底线 所以你们站在哪一边呢 可三个猥琐男打算空手套白狼 直接脱光衣服 女孩这才意识到上了贼船 撒腿逃跑 可四面都是海 她无疑是无路可走 很快就落入魔爪 反抗立马被狠狠扇了一大鼻洞 无奈之下 女孩美丽只好别过头去 选择任命 事后 她只能默默擦眼泪 表妹察觉不对劲 关心她发生什么事实 美丽也只能强颜欢笑 装作若无其事 她打小就无父无母 跟着姑姑打鱼为生 可当时的社会环境极其艰难 给女孩子的生存空间并不多 直到这天 小玲玉回来了 她在香港的酒吧里工作 上班时要穿着性感打扮腰柔 这种职业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小小姐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 小小姐可以赚到钱 因此她成为了这个小渔村的首富女强人 小玲玉每次回来 不仅会给村民们带来很多稀奇玩意 还会在离开的时候带走几个年轻姑娘 一起去酒吧工作 而村民对此并不排斥 反而极力向其推荐自己的女儿 因为不仅可以给家里少张嘴巴吃饭 还能让女儿去大城市中赚大钱 在七大姑八大姨的簇拥下 小玲玉炫耀着酒吧赚钱有多容易 短短一个月就可以实现穿金带银自由 每天换着带 随后又让村里的姑娘们站成一排 她手里的口香糖是跟随着她出去的门票 但门票只有六张 机会并不多 好在美丽赶上了最后一票 于是隔天六个姑娘就启程了 而这一次也将彻底改变美丽的命运 来到香港后 因为当时正值越战时期 外国的大兵们经常路过香港 因此这里的酒吧得以发展 只是当他们进入酒吧的那一刻 就被这里的前辈们无情讽刺 说他们穿得跟个猴子似的 脚丫子比鸭掌都大 唯独老板和小玲玉知道 这六个人里面必定有摇钱树的好苗子 后来他们六人 被交给了酒吧的金牌小姐培养 只是这金牌心高气傲 而且很讨厌这些乡下来的村姑 见得第一面就吐糟他们满身臭味 这下美丽是忍不了 却是金牌的一巴掌 后来金牌带着他们练习 就是嘴里含着个葡萄 然后说英语 说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洋人 随着这段时间的慢慢摸索 当初的几个村姑稍作打扮 也别有一番风味 而在这个时候 美丽遇到了一位浑血男 同时也是她一生也无法跨越的情关 女人将铁丝高温消毒 随后将铁丝塞进自己的肚子里 很快一滩鲜血流出 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这样夭折了 就在不久前 女人美丽怀孕了 可干他们这行的 怀孕也就意味着失业 大兵见到了大肚子的女人 就会想起自己的妈妈 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就什么兴趣都没有了 也对 还是生意要紧 那就叫她走好了 听到这 美丽很是不甘心 为了能在这里继续坐下去 铤而走险 采取这种伤害身体的方式 好在后来 金牌见她如此执着 便让她继续在这里坐下去 不久后 一个浑血男人吸引了美丽的注意 她向隔壁的店老板询问南海 得知她叫占美 父亲是个美国大兵 而她母亲生下她不久后 便跳海自杀了 后来占美自力更生 也同时混迹于风月场所 拿着父亲的照片挨个询问 是否见过此人 这时 占美和别人打架 突然闯了进来 店老板询问她找父亲的进度如何 占美却表示没有找到 如果找到了 肯定要狠狠揍一顿 你不可以打爸爸 你懂什么 你知道他有多差劲吗 再怎么差劲 爸爸也是不能打的 害得我妈跳海自杀 你知道吗 或许是出于对着占美的好感 也可能是两人同样无父无母 让美丽对占美产生了一样的倾诉 两人的距离也越靠越近 占美时常会租来一辆跑车 带着美丽来到海边甜言蜜语 说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 她最关心的人就是美丽了 美丽此刻完全坠入到了占美的温柔乡中 同时她在事业上也开始顺风顺水 不少大兵都很喜欢她 希望美丽能跟随自己一起回国结婚 可美丽每次都会拒绝 因为她的心中只有占美一人 只是好景不长 这天占美接到领事馆的电话 说找到她的父亲了 占美着急地想要赶过去 不料身上的情侣纹身被金牌发现 原来占美这些年的经济来源 全都依靠着金牌 可以说占美就是金牌的陈世美 她生气地逼问着占美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可占美却不耐烦地和她分了 气急败坏的金牌冲进大厅内 拉拽着每个姑娘们的衣袖 是要查出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可轮到美丽时 她却直接亮出了纹身 Jimmy跟美丽 于是美丽为了占美 提着自己的包裹和表妹一起离开了酒吧 他们在街上找了一个旅馆等待着占美 深夜 占美果然来了 而且她很开心 说自己找到爸爸了 还说爸爸要带自己去澳门晚几天 在一起返回美国生活 只可惜她对未来的描绘中 根本没有美丽的角色 还劝说美丽回去跟金牌道歉 说不定就可以返回酒吧继续工作 听到这里 美丽意识到自己错误了 占美只不过是一个混血渣男罢了 她生气地将占美赶走 从此两人便桥归桥 路归路 只可惜 如今在这湾仔地区是肯定混不下去了 姐妹两人便来到另外一个地方 从占街重新开始 女人在街上打了个手势 对面的男人立马心领神会 跟随着女人走进拐角处 不久前 美丽和表妹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便来到另外一个地区站街 但也因此 他们被频繁抓进警局喝茶 这里都快成为了他们的网红打卡地了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 他们便合伙开了一个美发店 虽然表面是美发店 实际上却提供着一些其他待遇 但在这里 两个女孩子想要生存下去并不简单 经常被当地的一些小混混殴打药钱 美丽每次都被揍得头破血流 但她依然没有放弃 因为她发过誓要闯出一些名堂案 直到有一天 她找到了一位黑帮大姐 低声下气地请求对方来保护他们的小店 这是她来到香港后的第一次求人 好在最后以五五开的价格双方达成了合作 小店终于得以安宁 后来 美丽一心负责内部生意 大姐大则每日提着家伙抵抗外部入侵者 随着生意的逐渐繁荣 这个从小渔村走出来的姑娘也赚得盆满钵满 成为了比小淋浴还要厉害的角色 但美丽的野心也开始逐渐膨胀 她想做一家更大的夜总会 说干就干 她与大姐大一起将夜总会风风光光办了起来 随着赚的钱越来越多 如今美丽已经年近四十 仍然单身一人 难免会觉得有些寂寞 直到有一天 她之前的老板打电话过来说 当初美丽离开酒吧没多久 越战就打完了 没了大兵的光顾 酒吧也随之黄了 如今她的师傅金牌染上了重点 命不久矣 于是美丽隔天就来看望金牌 看着这个曾经趾高气扬的女人 如今却是这副人老珠黄的模样 她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难道这也是自己的最终下场吗 不久后 赞美从美国回来了 她离婚了 还带着两个孩子 其实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个女人接盘 美丽平静了许久的心再次躁动起来 这么多年了 赞美仍是她的心上人 只要赞美愿意 她可以抛弃如今的一切跟她走 然而她乱乱没想到 赞美竟然挑选了一个美丽手下的年轻姑娘 说来也是 曾经年轻的美丽她都没爱过 更何况是如今人老珠黄的美丽 于是 美丽亲手将徒弟送进了爱人的结婚殿堂 也在此刻彻底看清了男人这种生物 只是好景不长 美丽的叶总会生意越做越大 眼红的人便越来越多 当地的龙头老大派手下过来弹劾 实际目的是为了吞并美丽的产业 这个时候 是大姐大党在了美丽面前 她泄掉了对方一只胳膊 但奈何对方人多势重 她自己也被对方打得仅剩最后一口气 在与美丽做完最后的道别后 大姐大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有大姐大的保护 美丽的叶总会也随之被吞并 失去生意的美丽 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 都会来到金牌当初的那个房间内 住上十天半个月 或许是为了得到一些安慰 也或许是为了下次逆袭而寻找新的机会 但无论美丽如今如何落寞 周围的人都不敢轻视她 因为他们知道 千万不能小瞧女人 故事到这里便结束 美丽作为一介女子 出生于小地方 有着一股狠劲与坚强 闯出了一片天地 却在时代的介入之后倒下 然而影片最后的那句 千万不要小瞧女人 却是点睛之笔 哪怕是日薄西山 女人也能够东山再起